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有传说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 群山环绕之中隐藏着一座幽靡的山谷 那里处处生长着珍贵的中草药材 所以又被人称为药王谷 也就是在这座神奇的山谷当中 生长着一种奇异的树母 它的树干粗如人参 树高数十余比 而它的花苞几亿颗就重达五百克 十分巨大 每到三月 整个树关开出硕大的花朵 花形如蓝 漫山繁花静相开放 甚为壮观 据说这巨大的花朵 还有医治各种病痛的良效 是不可多得的药材 附近山村的村民 时常聚集于此 争相采产 在人们印象当中 药王谷似乎只存在于武侠小说的世界里 难道现实中药王谷真的存在吗 而是传闻中能够驱除病痛的巨大花术 又是一种什么植物呢 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著名的武侠小说中 曾经描述这样的画面 绝色佳人 常聚于一处山谷之中 此间岔子烟红 药用植物漫山遍野 因而被人称之为药王谷 书中情景如诗如画 令人神亡 如今人们口中传说的药王谷 与虚构小说中的种种描述 都不谋而合 这样遍地药材的山谷 是否真的存在 那奇特的瑰丽花朵 又是何物呢 为了探寻其中奥秘 科考队来到了中国科学院 成都生物研究所 向植物专家进行咨询 高云东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传闻中描述 这种高大的桥木 在四川北部的北川有分布 开花的季节在四月到五月 专家根据这些线索 对场馆收藏的植物标本 进行了排查 为科考队理清了探寻的思路 通过您刚刚说的植物的习性 然后它的分布 还有它的海拔区域的特征的话 我认为大概这三种的可能性最大 专家告诉我们 杜鹃科 木兰科 拱铜科 这三种科属的植物 大概符合传闻中所说一些条件 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木兰科 它能够生长到数十米高 可是普通的木兰花花朵只有十余厘米大小 最多也就是碗口足矽 远不如传闻中形容的这么巨大 莫非北川的某处生长着一种 未被人发现的植物新品种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真的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发现 或许这巨型药用植物的发现 将对四川省自然生态环境的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 科考队决定前往传说中的药王谷 四川省绵阳市的临风山 临风山位于四川省绵阳市 北川羌族自治县 与江游市接壤的一处山谷 一行人翻山越岭 终于抵达临风山境内 群山环绕当中 沿途一片葱龙 可是却并未见到传闻中巨大的花树 蜿蜒的山路不知盘旋向何处 科考队在半山腰预见了几位村民 决定下车询问 老乡 您好 给您打听一点事 我们在找一种生长得非常的粗壮 大概这么粗的那种大树 然后它能够开出很大的花 这附近有没有 对 我不清楚 记者继续向村民询问巨型花树的情况 大概树干有这么粗的 然后上面看着大花 有这么粗吗 有有有 您现在还记得怎么走吗 我挤不到 曾经见过花树的村民 虽然未能提供具体的位置 但记者得知 在这座山谷的不远处有一片无人区 那里生长着上半亩原始森林 村民所说的黑森林 位于临峰村西北方向的一处山坳附近 一行人在村民的带领下徒步跋涉 步行约半个小时后 众人穿过低矮的树林 立刻被眼前宛如电影里原始森林般的场景 深深吸引 这片壮阔的山谷 大部分被高大笔直的冷沙漠覆盖 远远望去 遮天蔽日 神秘而又壮观 为了挖掘出巨树的秘密 可考对一行决定深入林中进行观测 可是带路来此的村民 却不愿再领大家尽到山中 我不敢去啊 在那边又够松啊 村民告诉我们 由于置身林中时几乎不见天日 这里又被称为黑森林 据说林中的野猪比人大 天麻生长多年都成了精 阴森森的黑森林里到底有多少秘密 谁也说不清 巨大的森林近在眼前 村民们却都不愿前行 一番求助之下 村民向大家推荐了一位 熟悉黑森林的最佳人选 常在林中穿行的老屋 带领一行人重新走向黑森林 进到林中 宛如走进童话中的场景 树林的间隔异常繁密 数十余米高的山树四处林立 虽然是艳阳高照的天气 林中光线却十分有限 众人感受到明显的温度差异 即使是日间 在这幽密的林中穿行 竟也会有几分胆颤 步行不久 一行人就发现了一种造型奇特的植物 紧贴地面像花朵一般伸展着 高老师您看这像什么呢 这个是一种林毛绝 它不会开花的 它是依靠它们的包子来扳制的 我们来找找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包子 林毛绝多生长在林中树下的阴湿处 在一些区域也被视为民间偏方作为药用 一行人继续寻找花树的存在 不一会儿 老吴发现了难得一见的草药 赶紧叫做花树 你看看那药 这是什么药啊 这个是虫楼 虫楼 对 这样能找到这种还是挺幸运的 因为现在虫楼的话 它被踩挖得非常严重 老吴所找到的虫楼 是著名的云南百药的主要原料 在这片植物异常反貌密集的森林中 陆续找到被作为药用的植物 更加燃起了队员们找到花树的信心 可是深入森林许久 却始终没有见到高大的花树 专家仔细观测这片森林后 得出了让队员们恶然的结论 其实这是山木林 这个肯定不是自然形成的 它会不会有可能半生 我们长沙中的那种能够开花的树 在这片林子形成之前 这里的所有的其他的 不管是乔木还是其他的类群 肯定是被砍伐掉了当时 然后再进行这个造林 在这种情况下 大型的桥木被保留下来的几率非常小 除非有人刻意地去扩它 那除此以外的话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为例 冷山是一种长绿桥木 具有较强的耐阴性 而这片黑森林 应该是在六七十年代 国有林场大量造林时所形成的 除去高大的山木之外 林中并没有发现其他高大的桥木 这里应该不会是传说中巨大花束的所在地 难掩失望的情绪 科考队准备离开此地 都转之中却发现带路的老吴已不知踪影 那个大哥在哪 眼看天色黑了下来 这密集的林中如何才能找到回去的路呢 这往哪边走呢 吴哥 黑森林中手机信号微弱 记者只得大声呼喊 四处寻找之下 在远处寻找草药的老吴终于有了回应 一行人 这才得以走出森林 绿荫覆盖的巨大森林当中 一行人并未找到传说当中的巨大花束 林中甚至除了山树之外 连其他的高大桥木也没有 这样的结论 无疑让大家心头涌上了一股失望的情绪 就在队员们一筹莫展之际 很快一个特殊的发现 让大家重新恢复了信心 巨型花束究竟何在 从密林中出来之后 一行人漫无头绪地行走在崎岖的林间路上 只见一位高龄的老人 剑步如飞 从克考队一行身边走过 原来老人是山区枪寨的居民 这里的老人每日上山采药 日常耕作都是寻常现象 由于整个山区方圆几十千米内 仅有临峰村这一个村落 一行人于是重又回到村中 探寻起这仅有六十余户的枪足村落来 据说村中不少家庭已是四室同堂 五室同堂 在记者的要求之下 老吴领着大家拜访高寿老人 还未靠近院落 远远就听到动人的枪音歌声 那茶茶茶叶莫拉茶茶阿妹呀 你的心事像流水呀 杨家叫花花开 别冷气呀 洪山呀 阿妹你几十佳 几十佳 你在捡菜呀 你猪猪在不吃不 在不吃就去 刚走到房屋周围 记者便瞧见身材娇小的老婆婆在院里劳作 动作看起来熟练而敏捷 婆婆告诉我们 她今年已经九十五岁了 自幼便居住在这附近的山谷中 直到现在 她仍每日悲柴做饭 身体十分健康 四川省是现代枪族的主要居居地 枪族人民不但勤劳勇敢 也是少数民族中较为长寿的一支民族 他们一直居住在幽静的山林之中 山上动植物及药材丰富 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斗争中 他们学会了用草药单方以驱除病痛 而这片山谷中的居民 大都能使得各种草药 更有人逐渐开始进行草药相关的营生 根据村民的讲述 临风山区自古便盛产中草药材 这似乎和传闻中药王谷的特点十分符合 如果这里就是人们口中的药王谷 那传说中的巨大花束又会在何处呢 村民带领队员们寻找了各种能开花的药材 可是都和传说中的花束有所出入 这个的话是梨花 这是一种勺药 就是我们的花王牡丹的一个进气 这个的话跟我们的要找的那种巨花束的话 就非常的接近 尤其是它这个花的尺寸 大小外观 原因上用了非常多的紫玉栏 它并不能够长成参天大树 或者几种环抱那么大的树 究竟这处山谷中是否真的有巨大花束的存在 而长寿老人的现象又蕴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重重疑惑 如迷雾一般萦绕着这个山林 吸引着科考队员们继续渗入此地找到答案 科考队与专家一起展开了 以山谷为中心的实地探查 经粗略统计 这处山谷中生长的药用植物有百余种 大多数自村民们既是起便已经存在 四川省自古便有一山圣地的美誉 可是这座山谷中如此众多的中草药材品种 真的是自然存在的吗 那传说中的巨大花束是否就深藏在山谷中的某处呢 如果这些植物是人为所种 又会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种下的呢 种种种谜团让人不禁联想到传说中山谷的称谓药王谷 众所周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药王称号的只有唐代的孙思苗 孙思苗一生游历四方确实也到过四川地区 四川《通江县制》里就有记载 孙思苗采药于一东龙西移植婉然 可寄出到此便戛然而止 药王在四川更多的行踪 后人都不得而知 可是在这里供奉药王孙思苗 却是人们足足备备的习俗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中医 老先生在四月二十八那一天弄的 就开启厨房 把有配号 免费送给老百姓 送给海冰的房子 这就是说孙思苗在这菜用的时候 听到他们在一堆吃饭的时候 喝茶的时候 就说这个叫宣富及时爱 就是这一种典故 据说当年孙思苗到青城山修道 途经此山时 曾在山中常驻 使孙思苗教会了他们的祖先 中药食药 孙思苗在青城山修道十余年 回陕西药县时 又到药王谷停留 教人们用药治病的医术 人们将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 孙思苗的诞辰日 作为他们最隆重的节日 而这座山谷便逐渐开始 被人们称为药王谷 我们家家夫妇的农历 我们家家夫妇的农历 有往屠杀的生活 也是为了建议 所以我们现在 有这一种生活 现在这种生活 大家都没忘记 这也是祖先遗传下来的 据您所知 这个传统有多少年了 每空都有几百年了 因为我们的祖父 咱祖父他们就一直对他们传下来的 孙思苗究竟倒没到过临风山 又是否在此种下过如此多的药材 如今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是当地村民对此深信不疑 一如既往的年年祭拜孙真人 这座盛产众多药材的山谷 看来确实与传说中的药王谷十分相符 那么在这遍地草药的山谷当中 究竟能否找到传闻当中的 那高耸入云花大如斗的巨型花树呢 意识到此处或许就是武侠小说中的药王谷 一行人对寻找大花树顿时充满了信心 既然这里能够生长出如此众多的药材 也许传说中那神奇的巨型树木就在其中 就在一行人继续向山谷深处挺进之时 意外发现一位村民的手中 拿着大家都未曾见过的朔大花朵 当地人将这美丽的花朵称为老母花 为仔细问明缘由 专家观察花形之后判断 这的确是木兰的一种 并且是被作为药用的品类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巨型花树 难掩激动的心情 一行人向村民打听花树所在的详细位置 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一路徒步跋涉 科考队苦不堪言 带路的村民却依旧步履矫健 徒步约两个小时之后 终于来到村民所说的山谷中 前行不久 记者远远发现几株小型花树 粉色花朵绽放之头 在山谷中摇曳生子 从它的外观上来看起来 这就是木兰树的一种植物了 一行人发现的花树 正是专家最初判断的木兰科树 可是它的花朵大小与树干粗细 都与传说中的巨型花树相差甚远 科考队一行穿过一片树林 远远便瞧见叉子烟红的花朵 在山谷中摇跌山间 粗如人参的大树 长势参天 硕大的花朵 艳染绽放 暗香远袭 花色 由白到粉 由粉到紫 一山城市如湿如画 有的植树目测高度 近达二三十余米 就在距离花树林不远的一处角落 科考队更意外发现了一棵 异常粗壮的大花树 其身姿之壮阔 可谓其中树王 由于树的年龄更为古老 并且所处的位置光照度更强 这株巨树的花期已经提早结束 树干周围落满了粉色的花瓣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 几乎和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整颗的花的话是由九到十二瓣 这样的花瓣构成的 可以足以想象它花瓣的大小 这个花的大小到底有多大 为了让大家更具体地感受到 这棵树的粗壮程度 队员们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 给大家做出对比 一行人张开双臂 整个树干竟需要三人一起环抱 才能将它围住 如此粗壮的树干 它的胸镜达到了多少呢 专家拿出两尺 对这棵巨树进行丈量 三米在哪 这是三米一零 木兰鼠的桥木的话 它是不少的 但是能长到这么大的花 还是比较少见的 旧物证里面记载过 有胸镜达到一米的 但是都是非常少见的 继续对巨树进行观察 记者又在树下发现一处奇特之处 这种毛绒绒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布满绒毛的叶片 难道也是从巨型花树上飘落下来的吗 其实这个不是叶片 从结构上来讲 从花的结构上来讲 它应该是恶片 就是在花的最外层的一层 类似于叶子的东西 起到了一个保温的作用 主要是为了帮助它度过寒冬 然后在第二年的春天 一早就开放了 经过专家判断 这些巨型花树 符合传闻中的种种条件 它是木兰科的一种 又名心仪 心仪花又被称为望春花 木笔花等 唐代诗人白居易 就曾为他写下 山土晴蓝水放光 心仪花白柳梢黄的动人诗句 心仪是一种奇特的植物 每年六月生成花蕾 要历经十冬腊月 如同人类十月怀胎一般 到次年三月才次底开放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老母花 它的花朵寒芳香油 可提取香精作为香料 而它的花蕾更可入药 现代中医常用它治疗伤风感冒 鼻色鼻炎等症 具有颇高的药能价值 大部分的这个花芽是在 头一年冬天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必须有一个结构 来帮助它越过寒冬 不然的话 就会被冻坏 或者是冻伤 就不可能长出非常漂亮的红花 根据专家的测算 林峰山中这些美丽巨大的新艺术 年龄最少都已在二百年以上 其行其事 世所罕见 传说中的巨型花束确实存在 它就是千百年来被各路文豪 附诗吟诵的美丽植物 心仪 翻阅诗经 王维 李白 杜甫 陆游等 历代大事人都不吝对它笔墨吟 由此可见 心仪原本在我国应该是十分普遍的 可是如今这个美丽的花束 已经几乎崛起 如此珍奇的古树 为何独独在林峰山这处山谷当中 自意生长 并且长得如此巨大呢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解密 药王谷的奇特谜团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